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先大家介绍了 PRP的日期和时间处理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将PRP和时间组合一下 咱们来写一个日历类 日历类呢 通常呢 在我们程序里边经常用到 比如博客里边 左上角或者是右上角 放的那个日历 通常呢 做很多项目呢 也都是一道日历 那再看一下日历 这个呢 主要是看一下它的算法 其实不难很简单 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日历做完 好 我们打开 我明明明一个文件 比如日历 CLEN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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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PRP 我们在这里边 做一个class CLENDR 这里边呢 咱们用的时候呢 我就很简单了 就以输出实现日历为主 然后呢 可以 改变这个时间 就年和月 为主 其他的方式 咱们就不去做了 好 这里日历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test 来测 测试这个日历 好 在这里边包含 include 刚才咱们那个日历文件是CRE ENDR class 点 PRP 然后我想办法创建这个日历对象 啊 CLENDR 等于new 创建日历对象 然后我掉用这个 啊 CLENDR 里边的 假如说有个输出的方法 我就直接输出日历了 所以呢 在这里边我们需要做一个方法 就是输出的方法 out 输出的方法 那这里边我们输出什么呢 我们只要输出一个 我就以表格的方式做的日历类 所以呢 我就要输出一个 在out这里边输出一个表格 然后呢 表格的外观呢 我可以用样式控制一下 当然也可以用rtm标签 比如说table 就直接输出了 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做这个日历类 只要把这日历类其他的都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去 呃 再用 试图去专门把这日历类类组合出来 那这里边呢 我就简单就用输出 搞定就可以了 比如输出表格在中间 然后这里边呢 我用的之前 我得先写一下样式 呃 html 我就直接写直接加样式吧 就不写那么复杂了 style 写杠style 就不加那些其他的rtm的东西了 我们来先做一下这个 先把表格外观修饰一下 不然在日历呢 会很难看 比如说我先用这个表格 table 选择器 让表格里边有一个边块 是一个像素的 啊 实现的 比如说随便给颜色 比如说深绿色 050 这样表格呢 呃 就会有边块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有输出这表格了 但是这表格呢 没有宽度 我们把这个浏览器打开 写一点 测试一点 呃 lockhost里边 prp里边 test.prp 看有没有错误 好 没有错误 那这里边 我们查看用件 你就可以看到 样式比如表格 输出一个表格是空的 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 呃 类完善 比如说 一般的日历类呢 上面都有一个输出什么 咱们就看这个 你看啊 上面都有像周日 周一 二三四五六 这样的一个 格式 然后背景蓝色的 咱们先把上面第一条输出 那怎么输出呢 我可以单独做一个私有方法 比如说是 啊 叫做周 的列表 这个呢 不要外边调用 我就可以封装上 封装上 然后这里边就很简单了 比如做一个周 的一个数族 的一个数族 这里边分别输出 周周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好 这里边 日 一 二 三 啊 这写错了啊 三 四 五 周六 然后找循环一下 他作为一行输出 所以就可以输出 啊 TR 一行 再结束输出 斜杠TR一行 然后这里边只要循环速度 一个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输出一列 你可以一个一个输出 但是那麻烦一点 $i 等于零 $i 小于 呃 C-O-U-N-T 这个输出的长度 然后 $i 加加 然后 echo 输出 按 什么 这个咱就按TH输出 好给样式 一列输出 然后中间 连接谁啊 连接 W-E-K $i 把每个支取出来 然后呢 我给这个给样式背景颜色 什么颜色的 你看啊 然后之后就可以做一个样式 比如叫做 点 Foot 呃 字体蓝色字体 那就可以给他字体颜色是 白色的 让他背景 呃 背景是蓝色的 字体是 呃 字体是白色的 背景是蓝色的 是这样 这样呢 我们输出这里边 加上只要将class 每个样的类 是font b 那么这就出来了 我们来 当然我得在这里边怎么的 掉它一下 out里边输出的时候 呃 这块先输出 道乐福这次里边的 不要用自己列里边的 周 列表 好 我们看一下 你看 日12345 中间有空隙 而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 是 中间是没有空隙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 把这个空隙去掉 在表格里边 b or dr 表格的 表格的 呃 格子间距 让他用 这个值就是没有空隙的值 我们来试一下 呃 哦 表格有边框 行啊 咱就不加这个了 有空隙有空隙吧 就不去掉了啊 然后这个宽度 你看一下 我再调一下 瞅着太窄了 字体太大了 有点不太好看 所以呢 我把这个th 让他的宽度 是 比如说30个像素 稍微变宽一点 好 这样可以了 然后咱们继续写 外观的样式 你可以随意的调 然后有了这个 下边的主要目的 我们就需要什么 我们就需要 那把天变离出来 把天变离出来 呃 也是做成私有的吧 有着地歪 天的列表 那我们在这里边也输出一下 这个变离完这个 这次里边变离天的列表 也就是把日期都获取到 跟你填那边就可以了 这里边呢 我们首先要先便利的就是 我得知道 呃 知道什么 一天 就是这一个月中 当前这个月中 第一天对应的是星期几 第一天对应星期几 然后可以做一个构造方法 出时化一些属性 比如说做一个属性 叫做 呃 起个起个名字吧 叫做 开始 的周 的天 也是 什么开始呢 一个月中开始的第一天 对应的是周几 这个变量 是吧 当月 呃 的 第一天 对应的是 周几 我只要知道这个 我才知道从 呃 这个图里边 比如当月第一天 对应周三 所以从这开始便利 得知道这个 然后 我也是用td格式那种方式去便利就可以 你看 那这个怎么获取到呢 怎么获取到 咱们把 谁啊 把手指打开 你看 找一下什么 date函数 dt函数 上几课咱们介绍过的 看一下 呃 当月第一天是星期几 对应的函数 对应的那个参数是什么呢 你看星期中的 第几天数字表示 零表示星期天 星期六 有当月的第一天 我只要把当月的第一天取出来 他就知道对应的什么 是星期几 所以用小w给取出来 这就很简单了 先把什么 先make time 先把呃 当月 那假如说我这里边 呃 先把当前的 先再做两个变量 比如这块是年 表示当前的年 表示当前的年 然后 再做一个month 当前的月份 是第几月 你看 既然是全局参数 那我就这里边附上 当前的yr年 等于当前年怎么办呢 dt里边 咱们上几个看到 大y不就当前的年吗 直接获取这个年 到这次里边的 month 当前的月等于 也从dt里边 这格式里边 就能把当前的什么 月取出来 看一下 所以这个make time 我就可以什么 前面的什么 呃 小时分秒 我都可以过 上车咱们介绍过这个了 只要把当前的这个月 month 这个月放在这儿 月日年 这个月的第一号 然后 这当前的年 这样的话 我就能把这个当前的年 月日转成这种时间优错的格式 就第一号 比如当前年的 当前月的第一号 就一号 转成是周级 那等用谁转呢 dt用w转 再扣回来 最大画一下啊 你看一下 就能把 比如说现在是 呃 2010年 11月 比如12日 11月12日 那么 11月1号 那这个月的第一天 对应是周级 取出来 这话我们就叫做 这次里边的 s star w e k d a y 当前的周就可以了 好 有了这个值 那我们便利 这个列表就很容易了 便利这个列表 有了当今天 那我们 其实我们还得知道 我在循环变列的时候 还得知道一个月 有多少天 啊 做一个 d y s 有很多算法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做一个月的数组 啊 一月多少天 二月多少天 比如12月 这个数组里边存12个值 写出每月的天数 可以做出来 然后你得判断一下 那就麻烦了 得判断一下 是不是日年 日年的时候 二月是29天 不是日年的时候 二月是28天 所以呢 咱们得做出两种数组来 但是咱们可以用一些简便的方法 有生命变量 表示当前月一共多少天 就是天数 这一月31天还是30天 那你看我还是用这种办法可以取出来 你看咱在手册里边找谁啊 有一个对应的 你看t 给定月份所应有的天数 28到31 有这个参数 那我们还用做一个数组吗 根本就不用了 所以用这个比较方便 dys等于通过dte这个函数 第一个只要是用小t 那只要我这块存当前月就可以了 那还是用make time 你看前边的00控制 因为不管这些 咱们只要日期的转换 month当前月 这我也存一号吧 日期你存什么都行 在当前的年 你看这俩一样 我只通过这里边取出来 第一号对应是周级 当前月一共多少天 这些都有了 有了这些 我就可以以表格的形式便利出什么 天数了 好 我先刷新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有错误会提示我们 好 没有错误 然后这里边输出 那首先呢 这里边得输出 假设我输出一个tr 输出一行 我先召集关闭这一行 你看下边呢 我再输出结束的这一行 我首先呢 因为这个日期 比如当前如果第一号 如果是周三 那我得空出三个空格来 空出三个空格来 如果是周四 那我得空前面得空四个空格 空四个格子 然后从这把第一天 往这一写 才可以 那好 你看前面空出几天 比如说 空出几个格子就很简单了 怎么呢 直到当前第一号对应 它是周三 那好 那我就循环三次 输出三个空格 如果当前是周五 那我就循环五次 怎么 循环四次 然后输出四个空格 很简单 你看 这写出一个 输出空格 这个空格呢 就是 当前 一个月 第一天 前面 要空出来 你看 很简单 一个小算法 只要用一个 缝缝缝就可以了 缝缝缝 不要写番号啊 达了福 比如说 我随便做一个变量 接等于零 然后呢 达了福接 只要用它小于 在一月当中第一号对应是周几 比如说现在对应是周四 那么接小于四 循环 循环四次 如果单级现在是周五 那接小于五 循环 五次 接加加 然后这里边只要输出谁啊 输出 TD 斜杠TD 里边我只要输出空的吗 我先输出 一一 你看一下 能看出什么来 那当前现在是周一 对吧 那假如说我现在写上 假如我随便改个值 你看啊 三号 四号周几 现在对应的是周四号对应周五 前面空格 前面就控制三个格子 当然我不能以输出一一为主 还是一号啊 我这会输出什么 输出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安德福恩币 安德福恩币 SP分号输出一个空格 因为当前的周应该是看一下这月对应 周几啊 你看 十一月一号对应是星期一 所以前面空一个格子 看到了吗 最空这个循环一次 那如果现在对应周五 前面有可能输出四次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咱们循环 把空格先怎么的 输出来 然后咱们就开始变离什么 变离天数了 我再做一个循环 因为天数呢 做一个变量吧 随着定位变量 K 不能从零开始变力 咱们得从一 因为咱们有没有什么 没有零号 从一号开始变力 K 小于 这个月一共有多少天 小于等于 这次里边的 DY S 这月有三十一天 循环三十一次 K 加加 有三十二天就循环 当然没有三十二次了 如果有三十天就循环三十次 然后上面接循环几天 整个的变力 我后边还得尾部有多少空格还得补呢 所以我这会用接再加加一次 累加一下这个接 上面去声明这个接 虽然我在里边声明的 但这话也可以继续累加 然后 比如说 啊 输出 这块 TD 斜杠TD 然后这里边放上 从一号二号三号放上K 这K是一到三十一就会输出每一个都放在一个格子里边 但是咱们得换行啊 齐个一块行对不对 那这个每次接累加了吗 所以如果 DL接 齐个一块行 那就咱们跟起百分之二和七怎么的取 如果等于零的话 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 TR 放行 就上面已经有开始有一个TR了 先结束一个TR 然后再开始一个下一行的TR 你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直这月三十号 跟咱们这个日历 你看 是不是到三十号 样子是一样的 所以很简单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就是一个循环 然后这台没写完 我如果想要当前当前的天 就是今天是几号 能显出了 我这里还看不出今天是几号 而这日历呢 你看 可以看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的日历 当年十二号背景是蓝色的 字体是这个 那我可以怎么办 很简单的 我只要判断就行 如果 $K 就当前的天 等于DAT 当今天不是D吗 当前的日期相等的话 我就输出 输出这个 但是我这块加上 咱们跟上面这个背景颜色是一样 class等于 前面咱写过这个 放的B 这个字体 然后否则 我输出谁啊 这个 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当今天 今天是多少号 这就自己背景 有个错误啊 43号 有两个IQ了 多了一个 你看啊 当前12号 但是字体不是放在中间的 宽度也不够 所以咱稍稍用样式修饰一下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咱们要 呃 TD和TH高度 既然宽度是30了 那咱们要TD和TH高度员的30 那是方形的 高度也是30个像素 然后30个像素 呃 让这里边内容再放在中间 比如说是文本 Elean Center 用CIC样式控制 放在中间就行了 然后 呃 就不加边框了吧 你看啊 啊 自己放中间了 这一个日历 现在就 暂时就 变得出来了 日历 但是我们这里边还可以怎么的 系统里边 不光有日历 我们系统日历里边还可以 改变 你看啊 这里边还可以调多少月 比如四月啊 还可以调多少年 你看 咱们也要调一个日历和年的 所以呢 我现在这块 上面我再多输出一行 你看 在上面我就输出当前的年月日 十分秒 我先定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也让他可以是改变日期 和调这个值的 所以我这里边假如说做一个 嗯 到了是这次里边 做一个称值 CHA G称值 A G吧 这边定名啊 然后DAT日期 改变日期 这里边 就像这个 那看这个还是改变日期的函数 内部这个咱还没写呢 所以我在下边写就行 啊 也是私有的 因为不要在外边调用 Faction 做一个 CHAG DAT 然后 这样的是输出一行 TR 上面就是一行吗 在最上面输出一行 我用那个箭头的方式去输出就可以了 比如说 嗯 这里边输出几列 TD 斜杠TD 输出 YV 这么几列 好 第一列 比如说输出是 呃 两个箭头 输出是这个 然后里边呢 可以有链接A HREF 等于先别管链接地址到哪 先加一个A 为了防止它冲突 连接一下吧 这样 你可以能看得出来 对吧 然后 每个里边都连接一下这个链接A 中间的先留着 先不用 里边放年月日 然后这个是两个箭头 是调年的 对吧 然后一个箭头调月的 这边 两个箭头调年的 再往这个方向调一下 然后中间一共是上面 七列 所以这块写上COL SPN 等于 三 让这块占三列 这里边显示当前的年月 我先不管 先输出一下 你看一下 就可以链接条 当年 那当前年月这里边我可以直接输出啊 比如说 这块 连接 改变 当中间之后我可以用那个表单来列表来调 都可以做到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 呃 年月这个先调了 比如说 呃 上一年 或者是下一年 这块 一点击链接 我这块调用什么 呃 调用的是 看一下啊 调用当前月儿把年月日作为参数传过去就行了 所以我组合成一个字幕串 做几个私有方法 比如说上一年下一年上一月下一月一点调用的一个私有函数 PREVAT Faction 假如说 PREV上一年 上一年只要我传 把当前年月传进去我就能算出来 当前年传进来当前月传进来 然后 你看上一年 上一月 MONTH 下一年 不是改成NEST 下一月 NEST MONTH 只要传当前的年月 然后我就能计算上一年是第几年 或者下一月是你 就像咱们做啊 网站分页一样 比如说 当前的年 如果是上一年 那就要当前的年 谁啊 YER 这年等于传进来这个年 减一不就上一年吗 对吧 但是呢 我当时年要控制在1970年和2038年之间 所以如果 Dollar for YER这个年 小于1970 咱就假如说就不让它再小了 那我就让这个年 如果小1970 还让它等于谁啊 1970 就不让它变化 如果不在7970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点下一年下一年 它就会减一 上一年它会减一 然后返回一个字幕串 然后返回一个字幕串 就组合的 什么字幕串呢 YER年等于 Dollar for YER 然后 按的符 这种阶线的格式 MTH 月等于 Dollar for YER 就组成一个参数 上一年 好 那你看一下 我上一年这块 如果我只要把它放在这 一点 上一年 你看这两个符号 哪个控制是上一年的 假如这是控制上一年的 那只要这块我传一个问号 那就是当前那个脚本下边 当前这个脚本下边的 加个什么参数呢 这会加上 这次里边调用返回来的 这次里边 PREV YER 把当前的年和月传进去 当前的年 这次里边 年YER 当前的这次里边的 MONTH 当前的月传进来 好 现在一点上一年 就会有这个参数 稍息一下 你看现在没有参数 我一点上一年 就参数了 但是这个怎么 为什么没改成2011年呢 2009年上一年是2009年 只改这个年还不行 这个月啊 传错了 呃 月份当前的月 这块写上啊 这会也传年了 MONTH 你看一下啊 上一年 把这个去掉啊 上一年 诶 改成MONTH了 回来一下 你看月十一月 刚才没刷新 年月 都可以 但是没变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接受处理呢 我这默认取的是什么年呢 你看上面 是不是当前这个年呢 所以我可以判断 AZ 如果没有传这个值我就默认的年不就完了吗 那这个月份也是一样的 AZ DOLF 如果传递了当前的月 那我就用什么 问号 就用DOLF 下面参数传递的月 MONTH 否则我用谁啊 直接用这个系统默认的月份就可以了 你看 刷新一下 2009年11月 在上一年 2008年 2007年11月 2006年11月 对吧 那有了这个 不光是月份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的 我们同样就可以有上一月啊 这上一年吧 那我们就可以同样做上一月 下一月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了 只要我们判断就可以 比如说 咱们看上一月 如果DOLF MONTH 月份已经等于一了 第一 1月份 那1月份 我如果在上一月的话 那就YR 年 年他怎么的 上一年了 减一 年得先变一下 年变一下之后 用大号把扣起了 否则 我就直接 如果月份不等于一的话 就直接MONTH 也是减减 如果用月份等于一的话 要年减一 然后怎么办 咱让这个MONTH 月份等于12月 是上一年的最后一月 比如说 现在是 2010年 12 2011年一月份 那我点上一年 点上一个月的时候 那就变成2009年12月份 就是这样 但是年咱们也 像上面 把这个拿过来判断一下啊 你也最好别超过什么 别超过1970年 也成为要严谨一点 好 这个月份咱一起完了 咱只要放在哪啊 上一月这块 这个地方一样 问号参数 $Z4里边 PREVMONTH上一月 也是传当前的年 $Z4里边 当前的 当前的月 MONTH 好 我们来试一下 上一月 参数没有 我们这里边只写了 还没有参数 所以我得把这月 组合返回来 每个里边都得返回这个 返回年月日吗 组合后的返回来 好 10月 2001年9月 8月 7月 你看到1月的时候 我再一点 就应该是2009年12月 看一下 2009年12月 就可以了 但年这里边 假如说 我这里边上一年 我直接改这个参数 快一点啊 比如说 1971年吧 那1971年12月 我在上一年是1970年 咱上一年 一直就会变成1970年 不能让它再往前了 对吧 就可以了 那同样 下一年 下一月 我们也直接写出来 然后在成语里边 电文就行了 让YA YER年份怎么的 等于$YER 加一 然后 判断 如果$YER 大于比如说2038年 那我就要$YER 等于 2038 就是最大的年份了 假如咱们这条年份 就要的控制在二 控制在1970年 到2038年之间 就这么做 如果不控制的话 你不用怎么做 然后下一个月 也是一样的 得判断什么 判断当前月是不是已经12月份了 如果12月份了 那么下一月就是来年的什么 一月份 所以呢 让$如果等于不是52等于12 如果等于12月了 我怎么办 我就要当前的年加一 当前年等于$YER 加一 或者是当前的年加加吧 然后 然后如果 你判断一下 每次加加币超过2038年 所以呢 大于2038的时候 这个年我要YER 加加等于的时候 再回到什么 2038年 就可以了 然后 月 如果是12月了 那月份怎么的 得让他等于一呀 你看一下 如果月到12月 得让他变成一月 年加一了 就来年的一月吗 那否则的话 那就是不到12月 那他就加加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这块 这块 比如说 调用 这样过来 一直到这 都该写一下 上一年月 这边得改一下 下一年 这改成 下一个月 MONTH 你看一下 现在就可以调整了 下一年 下一月 其实咱们这个输出的格式 还有点 好像还有点问题 你看这个 天输出天 那后边还有其他空格呢 假如像这样的空格 没满的 你看这还要得多输出两个空格 不然如果是表格边框的话 会有一些问题 你不输出 当然后边可以不输出 那咱把这个补上 后边如果也 一样的输出空格 怕一些系统里边 输出的不对齐 那这块 假如说这块 后面几个 空格 就是后边这个 每个日历 下一 你看这个 像这个30后边 一两三四 现在后边是没有格子的 你看前面这张已经输出空格了 能看出来 你看 树标一选 这后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咱在这里边也输出 所以用wile循环 还是用这个 Allen W接累加这个 摆放号7 你看 和7雨 和7球模 如果不等于0 那意思 再继续累加它 让它把它 跟7是7的倍数的时候 然后才 停止 还输出谁啊 输出td 斜杠td 这里边 我输出一个空格 andful nbsb分号 然后一直让这个w接累加 直到它是7的倍数 也就把这个填满 这回呢 再看一下 后边就会有格子 这种了 你看 对吧 水平 看能看到是有格子的 当然如果加上边框 你就能看得出来了啊 咱这现在目前呢 只用水标选择上看 好 这个日历呢 现在就 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能更好的调整呢 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这个 我们感觉这个还不太好看 不是不好看 这个调的时候 我们就得一年一年的上下的一个移动 能不能像这个似的做一个 月份这种选择表格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调调节的时候 就可以更灵活一些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这块 嗯 做一个表单 你看 然后里边做两个下拉列表不就可以了吗 在这个中间这块 这块输出年月日 这块就不用这么用了 输出 还是在这块 输出一个 缝表单 然后 下边输出一个 鞋盖 缝表单 这时候能借助加速快不调整一下 可以随时的去调整任意的去年份 然后输出 S一 S一 L一七 T 下拉列表 select 名字 内蒙 等于 Y一二年 嗯 其他的东西都先不写 输出 鞋盖 S一 L一 七 T 然后这个 在表单里边除了有这个 我还需要一个什么 我还这还需要一个 名字叫月的 M ON TH 输出一个年输出一个月 那我看一下 嗯 在输出年这块 我可以用一个 风循环就可以了 风循环 比如说我想做Doll 开始的年等于1970年开始 然后Doll 这个年小于 20 嗯 三 九年 这样的话 他就能到2038年 对吧 到了SY 加价 循环 循环的时候 我就输出 Option 一个列表项 然后这里边 啊 微流值 等于 循环的 这个变量 这块也是这个循环的变量 当然这功能你可以不加啊 咱说要那方便一点 做日历嘛 越方便越好 就不要嫌麻烦 假如说月份 从一开始 然后开始的月份 刚才怎么的 小于等于12 就不要写13了 或者上面小于等于谁啊 从以前来2038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 到了 SM 加加开始的月份 然后这会也是什么 同样 输出 Option O PTLN Option 斜杠OPTLN 然后里边也是一样的 微流等于 开始的月 这块也是 开始的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哦 121行有个错误 这块少个分号 126行有个错误 这会也少个分号 好 就有了 但是利益上边 这个不好看 他窜上去了 你看现在可以选择了 1970年一直到多少 2038年 这块呢 1月到12月都可以 当然你这个输出 你可以做一个数组 漂亮一点的话 比如像咱们系统 这里边这样的 11月12月1月 把它放一个数组里边 下标对应的取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不是什么难事 好 我用样式也控制一下 把它给表单 因为表单默认有编具 form 让它的内编具 是零个像素 外编具 也是让它是零个像素 这一段看一下 让它放在正中间 好 这放在中间就好看一点了 选择年 选择月 但是我一选择 就得让它马上变化呀 变成1971年 1978年 月份直接变成什么 8月9月 这该怎么做呀 同样 你得找事件 请求这个地址 不就可以了吗 那怎么改变这个请求这个地址 那请求这个页面呢 传这个类 我就在这块 做一个参数进来吧 啊 假如掉的时候 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UR进来 默认等于空 那我在输出掉的时候 那我在输出掉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咱们 输出的时候 访问的是哪个UR 我可以把当前脚本传进来 那我这里边为了省事 我就 啊 简写一下 这会就写上当前 我这test点PP吗 这传进来 好 需要一个UR 你转向哪个页面 咱们用什么去转呢 很简单 在这里边 加上一个改变事件 这就得用加速法事件了 onchange CHNG onchange 改变的时候 让这个window点 window这个 RCT 位置 等于 什么位置 当然这个有点 在双眼号里边 我就得用三眼号 等于咱们需要跳转的位置 什么位置 $UR 这个下边的 问号 然后YER年等于 年等于 加上 选择了 在这里边代表 这个下列表 这次里边的 OPTONS 这个下列表的选项 是一个数组 选项哪个 S E L E C T E D 选择的这个列表 里边的谁啊 V溜值 VR V溜值 那你看一下 年 比如选择 1980年 你看就把1980传来了 但月份变了 又回到默认这个月了 1985年 1991年 你看又回到了1978 你看 选择上这又回到刷新默认的 所以咱这 怎样这会有个默认值 所以这会怎么办呢 你看一下 如果这个开始的年 开始年 等于当前的这次里边的 选中的 这次里边你选中的YER这个年 那我就怎么的 有一个S E L E C T E D 默认是选择的 否则是空 可以这么做 所以把它付给一个变量 比如说是S E S E L E C T E D 啊 等于这个 那我在这里边输出这个 Doll for S E L E C T E D 如果它是不是默认年 它就不是选择的 默认哪年被选择上 那默认哪月被选择上 我也可以这么写 那 起个变量E吧 不然它总回到第一月 S E L E C T E D S E L E C T E D 你看这块 改一下 比如说 这个 这当然我没提交了 你看1994年 2005年 这直接上来了 我如果什么都不传的话 你看一下 这两个字 刷新一下 刚才有缓存 2001年1月 这个月份 它默认还是第一月 这块不是等于年 等于谁啊 月 M O N T H 好刷新一下 这应该是默认的月份呢 他怎么总回到一月 看一下啊 啊 这个变量也得是SM 刚才它粘过来的 就好多没改 好 这个11月了 你看 2019年11月 那我选择月份呢 我也需要它有这个值 所以我这会也得加 一个在月份之后 也得加一个什么 on change select这块 on change 但是UR这块就是月 M O N M O N T H 等于下表的列表值 改变的时候 刷新 2016年 这块比如说 8月 但是这块年又回到了什么 2010年 对吧 8月虽然可以了 你看11月 也可以了 所以这块两个参数 少了一个参数 所以我当时 在这块后边 他还得加上 这不有个 到这个位留值吗 咱们这还得加上 斜杠 再加上一个字物串 什么字物串呢 安德福 M O N T H 是月份 等于 看一下啊 什么当前的 这次里边的 M O N T H 等于这个月份 然后后边 咱们还得 整个是一个字物串 连接这个安德福 月份之后 后边还得来一个 单引号 在那外层次单引号 我就转移一下 好 这位咱看一下 选择 你看11月带过来了 我现在 假如是选择6月 看这好选择 这还是6月 对吧 但选择月份还不好使 所以在月份之后 咱也把这个年加过来 你看我这块就是 直接在这块 月份之后 直接在UR后边这块 先不是月 先加个什么 先加个年 YER 年 等于 先把这写上 到了福 这次里边的 YER 等于默认存那个年 然后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个安德福 然后月份等于什么 你看一下 我现在选择月份 10月 刷新一下啊 7月 你看2011年 七月 我这块把2010年改成2017年 10月还是11月 8月 还是2017年8月 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想要的日历程序 咱们用了这些时间 就把写成了这一个日历类和一个测试的一个程序 不多 这个例子呢 就看你以后 是不是直接输出还是用模板做的了 再稍稍改版一下就可以了 总之做日历的过程为大家写出来了 怎么调整 怎么改变 这个上一期日期 当然这个我们又可以用阿解克斯改变这个日历的局部 不是比如说你博博客里边用到这个日历的话 你不能说他每次都请求整个页面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阿解克斯请求服务器 把服务器时间的年月取出来 然后设置 当然了 像日历程序不光是PRP语言 可以写 好多语言都可以写得出来 比如JavaScript Java C++都可以写日历 其实算法都一样的 不光是PRP 所以你只要知道一个日历的大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边都用到了时间函数 你可以用到就可以了 好 这几课呢 就就到这里 这两几课结合在一起呢 就是咱们日期和时间的管理 好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视频 能对时间和日期很好地掌握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